早餐聊完廁所 龍蝦湯做早餐 很栗子 整個栗子磨爛了 八磁茶 這間房間一進來 就覺得樓仔很棒 很大的窗戶 真的很光亮 其實我已經來到了 我的目的地就是福岡了 很開心 因為這次可以去玩四天三夜福岡之旅 其實我真的很少來福岡 因為我通常在關東一大活動 而在香港這次飛過來 在福岡真的很快 因為飛去東京要四個多小時 但是福岡三個多小時就到了 很開心 我這次也想分享我這四天三夜之旅給大家 以及會分享三間酒店給大家知道 首先第一間酒店 就是位於在博多站 由空港機場坐五分鐘車就可以去 我們現在立即出發了 首先由福岡機場國際線大樓 坐機場接駁車來到國內先 才可以坐地鐵 從福岡機場站坐五分鐘 就可以去到博多站 真的很喜歡福岡機場這麼近市中心 一下機很快就可以回酒店 今集酒店 跟大家一齊開箱三間酒店 全部都是地點方便到一樓的酒店 第一間 是一出地鐵之後 去到東四出口 這裡就是酒店的地下入口 簡直方便到一百分 它就在Oriental Hotel Fukuoka Hakata Station 大堂的設計上 只用了大量的木和植物 散發出一種治癒的舒適感 我自己就很喜歡了 由Lobby進來有個Library 很漂亮的設計室 而且我發現在後面 還有浴衣可以穿 還有一些摺紙看見 歡迎來到這間房間 今天這間酒店的名字 有Hakata Station這個字 真的很近博多站 而且房間的房型叫做Balcony Twin 顧名思義有Twin Bed兩張床 還有Balcony 真的有露台 真的想不到 好啊 好浪漫 我覺得晚上更浪漫 還有更漂亮的 看燈光 看看這邊 這就是Hakata Station 沒有裙子 另外再給大家看一下 其他兩間Deluxe 和Superior房型 這是Deluxe Twin 最多可以睡不覺 酒店內還有住客免費使用的健身室 而這次入住的房間 亦都可以讓我們使用行政花園 可以坐在這裡慢慢休息 其實這間酒店還有一個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這間名為Cross Point的Cafe 所製作的甜品 多充滿福光特色 又Igable 又好吃 就是他們了 這間夢光好像很美 其實我第一次吃的 我當然吃過夢光 但已經完成了 不是馬上做給你 所以現在可以看表演是挺開心的 其實它不同時候有不同的味道 這次我們來就有栗子味 栗子味就是長期都有 還有一個就是芝士味 另外也有八女茶 那個是福光的茶 很出名的 好吃 我去試吃的蛋糕 有一股藥水味 好吃 這個是栗子味 真的吃栗子味 炒栗子的栗子味 這個味道很脆 很栗子的感覺 整個栗子磨爛了 這個感覺 這個也好吃 好像很香 剛才它滲了那些 沒有茶粉 所以這個很型 在Lobby這裡還有一部 Welcome Drink 和Welcome沙發 因為它們的Welcome時間都挺長的 Drink就是3點到11點鐘 而Welcome沙發就是9點到11點鐘 回來了 是不懂的 這是不是真的 還是這個是 可以吃完燒夜 重點會不肥 喝飽吃醉 再來個大交分 今天這個早餐都OK的多款式 比起我想像中更多的食物 聽說這個早餐 明物之一就是這個Doughnut 它有8款Doughnut 有希少蠟 Chocolate Uberi Crystal Sugar Lemon Caramel White Chocolate Donuts Orange Donuts Dark Chocolate 還有Scrawberry 我覺得它放得很漂亮 而且是很香的 但我已經肥到一個點了 所以我也是少吃多之味的 好香啊 早餐竟然有芝士火鍋 芝士火鍋 很誇張 她剛才跟我說 這裡的酒店集團 22間酒店裡 只有5間有提供芝士火鍋 早餐 人生是第一次吃芝士火鍋做早餐 哇 好瘋啊 哇 好熱啊 哇 好香啊 這裡還可以做到多多的 豬骨湯底拉麵 我朋友現在正在吃和式早餐 當我面前全部都是漢武包 那些西餐的食物 還有芝士火鍋 但我朋友正在吃辣豆 加明太子 拌飯 還要有紫菜 很和式 TKG 有雞蛋嗎 生雞蛋拌飯 有有有 嗯 好味啊 又不是很甜 很香 其實是迷你的尺寸 我覺得做得不錯 試一下這個味道 漢武包 它真的現場煎給你 也挺有心 這包也好吃 挺香的 但它沒有煎蛋炒蛋 但就變成這個很漂亮 有隻蝦腎麵 這是蝦腿 蝦腿加雞蛋 加蝦 這個背鋪很神奇 我覺得 本身是龍蝦粥 龍蝦湯做最卡 我們接下來了 要去第二間酒店 就是位於中州村端站 在這裡我發現 原來有個 麵包超人博物館 一出車站之後 便搏多了 由車站走大概 三四分鐘便可以來到酒店 今晚便是這間 Hotel Oriental Express Nakasu Kawabata 和昨日酒店很不同 因為氣氛上 燈光會再浪漫一點 風格會沉濕一點 在門口更有 博多奇緣三粒掣的設計 是它擁有七百多年歷史的巨大掣點 衛生用品 就在Amanity Bar自己拿 而Lobby更可以借到和服 給大家在館內打卡拍照 又可以在Front Desk 買到一部份景點入場券 又有免費咖啡機 又可以買到即食麵 有沒有留意到特別多韓國麵呢 因為福岡真的有很多韓國旅客 咦 為什麼出不來 我連續禮拜都按不到機 是不是在這裡 上 推上 推上 昨天是有兩個板 今天沒有板 應該是按的 但按不到的 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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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我不知道怎樣跟你說 這件事 為什麼可以對病那麼不熟 歡迎大家來到第二晚的酒店 這裡就位於中秋 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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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第二晚的酒店 這裡就位於中秋村端站 大約四分鐘就到了 沿途經過的時候 很多商業大廈都很美 而這間酒店 就在2021年4月26日開張 這間房間 一進來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樓底都很高 原來它的名字叫做 High Sealing Deluxe Twin 所以真的都很寬敞 第二樣我都很喜歡 就是它的傢俬和家店都很新 在酒店裡 酒店同樣有 Gym 而且外面近中秋屋台 擠田神社等等 有很多觀光景點 拍下了你的醜態給我 怎麼了 我也進去 我也進去 早餐像一般 Business Hotel 食物種類較為基本 但都相當豐富 而來到第三晚 去到福江市必去的地段 天神 由天神站一出 走兩分鐘就去到酒店 下一站來到天神區 今晚的酒店 就是在天神的Hotel Oriental Express 國家天神 就是這裡啦 同樣都屬於 Oriental Hotels & Resorts 集團 但就三間酒店都有不同感覺 這間大堂再簡單些 但設計同樣時上 都加入了木和植物的元素 有專心看片的朋友就會發現 三間酒店裡都有 Welcome Drink 服務 第一間是清酒 第二間和第三間就是白酒 另外在三樓亦都有一間Lounge 可以一邊喝咖啡 一邊有張舒服的桌子用電腦 給我剪片就最適合了 天神區其實就是 九州最熱流的繁華街 所以帶著下車就真的很熱流 走過來酒店大概三分鐘 都很方便 另外這間酒店 其實在2021年6月18日被Brand 重新裝修 所以整間酒店都很新 Lobby也好房間也好 我這間房間就是Corner Double 所以是一張Double的床 然後我的房間是一張大沙發 因為是Corner Room 所以是有一個很大的窗景 都真的挺光亮的 雖然我都很喜歡我房間的大沙發 但同行朋友的房間更加有部LG Style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呢? 可以除菌、降衣、清潔等功能 我朋友就表示很好用 但因為運作需時 而且會發出一些噪音 所以想睡覺用的話 可能會有些噪 而第三間酒店的早餐 就和第一、第二間不同了 酒店提供餐廳券 到外面的餐廳享用 早餐是米漢堡套餐 而四款米漢堡裡面 另外還有蒸雞、燒牛肉餡 我和朋友就選了明太子蛋卷 和三文魚扒 包沙律、麵士湯和咖啡 明太子呀 因為是積繞積繩 熱辣辣很好吃 覺得我這次介紹這三間酒店如何呢? 我自己就覺得 三間都是電點很方便 出站之後走很快便到了 酒店有很多設施 便利店、餐廳也很多 商品也有 另外服務也很好 乾淨程度也是不錯的 所以也很推薦大家來住這三間酒店 如果大家有興趣住的話 歡迎在下面找到一些相關的連結 還有歡迎留言告訴大家 喜歡哪一間酒店路 我們下次在福光再見 拜拜